一顆顆水蜜桃是新竹 煎石箱盛產的農作物 也是煎石箱民經濟來源之一 所以煎石箱公所就趁暑期抓緊人潮 舉辦二零三年的水蜜桃促銷活動 在七月的每個週休二日兩天 來販售煎石箱民辛苦所種下的水蜜桃 不過蘇利颱風來攪局 把所有煎石箱民所種的水蜜桃 都給摧毀了 颱風前有採一些啦 跟颱風後掉很多 那可以採的我們就盡量把它採 因為所剩的水蜜桃不多 產量比往年少了五成 於是這一個月的水蜜桃促銷活動 也只能到這個禮拜的二十二十一號 相公所針對農损部分補償 將業務轉交給新竹縣政府 只要在七月二十七號之前申請就可以補償 只要是農務用地的 都會依據這個補償的標準 來做補償 雖然活動只舉辦到二十一號 依然可以看得到人潮 買氣也還不錯 不過只要想到來不及採收 散落滿地的水蜜桃 桃農感到無奈 這站染上無流行主堅持臺坊報道